第1753集 魏毅说道 道友若是想论道 我们去星空深处 好 论个高下 乾隆大圣点头 与其身后的几位祖王一起消失 化成流光 没入黑暗的宇宙深处 魏毅与几位圣人临取前 盯住了那位杀生之王 此人皮薄骨头 神色惨变 也冲向了宇宙中 这等大人物一离取 人们终于尝出了一口气 这是一场天大的杀劫 不曾想引来了这些风云古圣 哄的一声 最后一声巨响 漫天的雷光散去 叶凡 姬子 圣皇子杜劫成功 天罚消失了 每一个人都气血旺盛 精神异议 疯狂吞噬周围的精气 补充能量 另一边 杀生七罗 精彩绝艳 拼死了早年他成道千年的地狱 杀生 斩下其头颅 正在关起鹅骨内的残破神石 他通过这些 看到了自己亲子的部分人生轨迹 当即又哭又笑 披头散发 一脸的悲怅 忍不住 对天大吼 干涸的混沌神土四分五裂 承受不住雷劫 与古代神明遗存下来的残缺的法阵的冲击 星灰洒落进来 诸圣地的人目瞪口呆 战局发展之快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人世间与地狱的杀生都死了 白骨架一化成结灰 叶凡战力之强大超乎想象 亲手宰了两位胜者 绝对将威震天下 人们知晓 只要此一结束 整颗古星都将大振斗 人族圣体用辉煌的战绩 召告世人 他又回来了 地狱与人世间覆灭在即 诸位还愣着作甚 一起出手 收拾残局 战斗并未结束 因为远古神朝还有部分杀手活下来 全都是嫡系精英 若是逃走 若干年后 必已成隐患 齐罗义把镇碎手中的头颅 冲向白骨殿堂 一个都不要放走 为祖先复仇 引回远古祖师的头颅 血尽持鱼辱 覆灭两大神朝 喊煞震天 真正的杀生都陨落了 还能翻出什么风浪呢 人们全都冲向前去 诸圣帝振奋 奋勇搏杀 闯向白骨殿堂 因为那是两大神朝的根基与祖地 无尽岁月的积累 必有无量宝藏 古殿中一道枯瘦的身影 眸光碧悠悠的 手指跟乌黑的铁钩板 抬手就让一群闯入者化成了血物 杀生 还有一位杀生 散发出滔天的杀意 冷漠的盯住了所有人 像是一具古诗 冰寒刺骨 两大神朝掘开阻地 只发现部分底蕴 挖出一具杀生之王 被卫翼射住 跟随去了宇宙深处 还有一位杀生留下 就是此人 他想顿走 也想隐伏下来暗杀 可是没有机会 齐罗早已锁定他 叶凡 姬子 圣皇子刚刚进阶 一同逼压而来 将他给围住了 黑皇长笑 方才一战很不顺手 而今咆哮 也冲闯来 他绝对能威胁到圣人 另一边 自负圣帝的那位老玉 眸光战战 一望了过来 随时会出手 此人倒也干脆 主动攻杀 像齐罗这个天生的对头 想催枯拉朽 开辟出一条血路 同为杀生 他知道 唯有干掉齐罗 才有生的希望 不然注定会被缠住 难有活命的机会 齐罗的头上 一座晶莹的古塔浮现 以圣谷铸成 防御住了攻击 手中化血刀 抛开了乾坤 引动了星月之灰扫来 如一挂天河垂落 气势如冤海 他丧失其位亲子 而今整个人都处在一种特别的状态 精气神攀升到极致 战役高昂 有一种无敌的气概 这位杀生当场遭闯 两枪倒退 那星月之光全部砸在他的身上 骨节坐响 折断数十根 杀生大树无用 被人围在当中 只能做困兽之斗 圣原子轮动大铁棍 像是在敲一张仙谷般 风雷大震 声音沉闷 将虚空都抽杂的 发出了爆破声 杀生被人挤在中间 避无可避 退无可退 被动迎击 被这股巨力震得口中磕血 当今之事 有几人能与古皇的子嗣 比拼肉身呢 机子双手相抵 合在一起 壮若满月 玄鱼头上 发出了刺目的光 宛若一轮神月 一枚古镜画形而出 在其双手间浮现 在其头上气息祥和 快速的射出一道恐怖的仙芒 噗的一声 杀生的胸部前后透亮 被射穿出一个害人的血洞 胸骨断裂多根 板边身子被血染红 杀生谋光明灭不定 他被几大高手合围在中央 透出的渴步契机 压得他要窒息 如坠泥沼 很难反抗 黑黄一声大吼 同头铁壁 直接一个猛扑 那只大爪子 跟一座小山似的压了下来 同一时间 叶凡上前 不灭今生光辉灿烂 身体笼罩异象 想徒手割杀大敌 血花绽放 一位杀生 怎能挡得住群虎的扑杀 黑黄差点将其心脏给掏出来 而叶凡则直接将其右臂扯下 剩血淋淋 血腥而暴力 徒胜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悬念 这几位高手同动 此人想逃生 比登天都难 最后一击发出 他们将杀生 打成了一团血雾 只将撕裂的元神 留给齐罗探索 杀生收起伤悲 露出一缕喜色 四块石器石 将是我们开辟 神明小界的根本 地狱与人世间都覆灭了 他们的祖界各自诞生了一枚珍贵的世界石 被收藏在此 而干涸的混沌神徒 更是小界中的神品 诞生了两块世界石 而今收在古殿中 假之无量 撑 古老的殿堂中圣物诸多 可以弥补我们这一亿的损失 沙圣奇罗说道 黑黄龙马二话没说 撒鸭子狂奔 冲向殿堂 开始了史上最疯狂的大喜结 见什么 收什么 最终 甚至将几位美女杀手都不小心 卷入了法器空间内部 在这一刻 猪脚都杀疯了 之前不见出手 此时全都如猛虎下山 生猛无比 猪圣帝的人全都冲着古老殿堂而去 谁都不肯落后半步 战车隆隆 碾压过残破的刀痕 大军无尽 摧毁一座座古殿 标志着远古神朝自此覆灭 人寒马斯 诸圣帝的援军到了 一头头满手 坐骑踏过长空 踩踏了天雨 如一片钢铁洪流卷来 当中竟然有圣人 在最后的关头 瓜分宝藏之际 有的圣帝将底蕴都出动了 让天之村的人赋匪与愤怒 鸡甲 瑶池 丰族 道医 子府 江家等圣帝 已有些冷漠 面对这几个投机的鼓叫 很是不满 这古殿 由我四向圣帝一发 一个老者 骑坐在金睛碧林寿上 大声的喝道 带着一群强者临近 大战士不见他们的踪影 躲在最后 真正瓜分远古神朝宝藏时 却冲在最前 拦阻住了天庭的人 老刀把子问道 你们是谁 大战士可曾出力 方才为何不见 我等传承久远 名为四向圣帝 这古殿中由我先被投骨 而今将迎回 另一侧 一辆辆古老的战车驶来 自然也少不了我九霄圣帝 每一辆战车都秀气斑驳 但是却有恐怖战气缭绕 全都是宝兵 又一大圣帝到来 要瓜分宝藏 刚才大战时 也不知躲在哪个角落 并未在前冲杀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